哈利路亚, 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I speak. My topic for mutual encouragement this morning is difficult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life. Let us first turn to a Bible. Let us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7. Matthew chapter 7, we read verse 13 to verse 14. 《马太福音书》第七章第十三节,十四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如是大的,近距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早早的人也少。 Jesus talked about that narrow gate as well as difficult way. 主耶稣提到说这个窄门,也提到说这个小门。 He also talked about the wide gate and the broad way. 他有提到有个引到灭亡的,它是宽的,是大的。 Jesus tells us, Narrow is the gate, difficult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life. 他提到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引到永生。 But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门是宽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这些是引到灭亡的。 Yet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to this wide road, 但却很多人进去这个大的路, 如果我们再仔细去想的话,关于这个窄路, 宽门。 在这世上,很多的种族当中, 宗教当中, 只有基督徒是被拯救的。 在这样多世界的教派当中, 只有有真理的教会,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是被拯救的。 今天我们所有人是蒙福的。 我们被带到真耶稣教会。 我们信而受洗。 在这教会当中,有圣灵的同在。 也有神帮我们洗去而遮罪。 我们重生成为新人, 我们有新的身份。 我们成为神国的殖民。 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已找着了这个窄门。 我们有又生又活的盼望。 但是进这窄门不是我们所寻找的中心。 点赞。 It's not the end of our pursuit of our God. 不是我们寻求神的终点。 In fact,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our walk with our God. 但却是我们与神一同同行的起点。 a beginning of our walk towards the kingdom of heaven. 一起跟主耶稣同奏到天国路。 In verse 14 第十四节。 Jesus tells us that this way that we are walking on leads us to life. 此事节告诉我们,这路是引到永生。 但是有说路是小的,英文翻译成困难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这道路上,这小路上。 Do you find that the path is difficult? 我们觉得这路是困难的吗? If you were to really think about it, 如果我们想想, The way to life is actually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引到永生的路其实不难明白。 The way that leads to life is clearly recorded in the Bible. 引到永生的路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 We can always turn to a Bible to explain this way to our members, to our friends. 我们可以翻开圣经来解释这引到永生的路。 And our church have taken great pain to emphasize the way of salvation in our sermons in our Bible courses. 教会也通过圣经查考会或者是聚会当中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救恩之路。 Our dear God has also given us his precious Holy Spirit to be our counselor, our guide into all truth。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也给予了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宝慧师,来让我们明白这真理。 And he lead us on this way of life. 他也带领我们这引到永生的路。 We as believers just need to love our God and keep his commandments, 成为信徒的我们,我们只要谨守他的道理和爱他的话, to be doers of the words of God, and to keep ourselves in the church that saves, 然后保守我们自己在得救的教会当中, 然后也要记得去不断地领修自己,然后继续来参加聚会。 所以引到永生的路是小的,他不难理解。 Why then does Jesus say that difficult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life? 那为什么主耶稣说这路是小的或困难的呢? The word difficult in this passage refers to affect the path to the king of heaven is very narrow. 他想要提到的就是去到天国的路是窄的。 就是我们要谨慎地来去行走。 我们很容易在这道路上跌倒, 作为彼此的勉励。 让我们试想想一些可以让我们从这道路上挤出去的原因。 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不要为自己祭财,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吃能朽坏,也有贼蛙窟窿来偷。 只有寄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朽坏,也没有贼蛙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The passage of the Bible talks about our hearts. 这里提到我们的心。 Jesus reminds us not to lay up treasures on earth. 他提醒我们不要祭财宝在地上。 when moth and rust destroy where the thieves break in and steal, 他们从子会来吃,会朽坏,也会有贼来挖窟窿来偷。 但我们自应当祭财宝在天上。 但我们自应当祭财宝在天上。 我们可以从这证经章节里头明白, 我们心所注重的可能会使我们在这道路上被挤出来。 如果我们注重于地上的事。 去争取更多的钱才让我们生活得更舒适。 去争取更多的钱才能够去旅行。 我们就是基财宝在地上的人。 Jesus reminds us that the treasure on this earth will not last forever。 耶稣提醒我们财宝在地上不会永久。 moth and rust will destroy them。 从此会吃它也会朽坏。 贼会挖窟窿来偷。 我们知道钱会失去它的价值。 或者是很容易地被偷取。 即使我们把我们的钱财投入放在这些知名的银行当中, 这些银行可能会倒闭。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几题的发生。 现今的世代有什么欺诈、欺骗能使大家的储蓄被骗走。 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一天终有一天我们会面对死亡。 我们走的时候一分一毛都带不走。 因此如果我们只是来注重于世上的事情, 我们会发现我们到最终什么都没有。 可能有些人在说这讲道者在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只有足够三餐。 我们要积财宝都做不来。 我们银行的位数也没有很多。 我们没有很多的财产。 这些怎么应用在我身上呢? 但如果我们仔细读这经文的话, 他不是说我们有多少的钱财。 他不是在用这段经文来告诉有钱的。 但是他是在跟平民百姓说, 就如你和我。 耶稣在这里想要提到的是来针对我们的心。 我们是否只在为金钱而考虑呢? 我们常常所思想思考的都是钱财。 我怎么去赚取更多? 我怎样从我借来的钱来赚取更多的钱? 如果我有更多的钱财能够去购买我想要的, 那不是很好吗? 从我们一天张开眼到我们闭眼, 我们都在为钱财而考虑的钱财。 但记得这就是在积财宝在地上的。 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积财宝在天上。 让我们思考要积财宝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13章。 马太福音第14章第44节。 帖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这里告诉我们, 有一个人找到宝贝藏在地里, 他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为了买这块地。 这里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这宝贝对这个人来说是非常地重要。 他心甘情愿地去变卖所有的一切为了买这块地。 45节和46节,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中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这里找到有一个在寻找好珠子的人, 他当找到一颗中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为了买这颗珠子。 同样的,这个珠子对这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他选择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为了买这颗珠子。 让我们思考,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什么是这么的重要吗? 使我们变卖我们一切所有的来换取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再重新地再看44到46节一遍, 我们可以知道说它不是在物质上的东西。 主耶稣是在说这天国是多么的宝贵。 让我们知道说天国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使我们能够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为了得到。 我相信曾经我们有这样立志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 去爱我们的神,去服侍祂,侍奉祂。 这是从我们心底所去做的。 曾经我们是与主多么的亲近。 我们感觉到属灵的快乐,属灵的满足。 我们很期待来到教会来参加聚会。 曾经我们也有这么对圣经所教导的原则等等是多么的敏感。 我们也很敏感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有的罪。 我们天天迈向说一天比一天的亲近主。 我们也不断地让自己远离这些罪恶。 但当一天一天的过去, 当生活上很多事情需要我们的时间,需要我们的注意力。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更多的挑战。 我们是否停止来积彩宝在天上呢? 我们是否有曾经觉得说我们先顾虑我们自己的生活会比较重要。 然后就不再去积彩宝在天上。 而是反而我们积彩宝在地上。 因此让我们再次地来审查自己的心。 我们是否比较注重于这生活的价值? 还是关于神的事情呢? 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第25节到第34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和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施律使寿命多加一克呢? 何必为衣裳犹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也不防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即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先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当就够了。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去为我们的生计来忧虑。 的确的,我们生活上的忧虑能够使我们不再把焦点专注于窄路,小路。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地跌倒。 有力让我们生活在恐惧当中。 在我们的困苦当中。 活在我们的过去中。 有力让我们活在负面中。 有力让我们把这一切的负面的情绪带到未来。 让我们不想去面对未来。 有力让我们不再专注于现在的事情。 也让我们没有去考虑到大局面。 也让我们失去自我对自己的信心。 让我们想很多办法来去维护自己。 and make us hide away in our safe and comfort zone。 让我们躲在我们的舒适圈里。 有力让我们失去睡眠。 让我们无法专注。 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也不再让我们去信靠依靠主耶稣。 也让我们去质疑神对我们的爱。 是的,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是难免的。 在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而忧虑是难免的。 但不要让这些忧虑使我们都不知所措。 但不要让这些忧虑使我们都不知所措。 耶稣告诉我们要看看天上的飞鸟。 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窗里。 我们也不会看到说飞鸟在忧虑他们应该吃什么。 去准备他们的食物。 去准备他们的食物。 或者是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窗里,就如人类一样。 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些飞鸟都是很开心地在翱翔。 26节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父来养活它。 28节也让我们再去思考关于这百活花。 地里的百活花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它们也不劳苦也不防线。 但是它们还是这么的美丽。 让我们再次想到说是神来装饰他们。 耶稣继续在31节继续地来劝导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忧虑。 让我们不要误会这经文。 耶稣继续在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像天上的飞鸟或也地里的百活花什么都不做,然后就等着主耶稣来养活我们。 耶稣教导我们的事要往上看。 当我们忧虑的时候让我们往上看。 我们有一个看着我们的天赋。 祂爱我们,祂关心我们。 祂会供给我们。 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信靠祂,依赖祂。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些时候来去寻找我们的天赋呢? 还是,我们自己想去想尽各种的方法。 那我们要怎样去寻求我们的天赋呢? 我们不只单单在需要的时候来向祂祷告。 而是在每一天都在与祂建立这个关系。 33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祂的国,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这里告诉我们要先求神乐过神的义。 我们一天所需要的会加给我们。 我们天父是大有能力的神。 祂是创造万物主。 没有事祂不能够做的。 祂曾经在这个旷野当中去喂饱了两千两万人。 在旷野的时候给他们水喝。 所以祂一定能够来养活我们。 祂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供给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曾经牺牲自己。 披上血肉之体。 然后行走在世界上。 祂能够提恤我们的软弱。 祂邀请我们这些烦恼苦张重担的人来到祂面前。 祂就会给我们得安息。 问题是, 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抓住祂的话语呢? 祂的应许、祂的爱与祂的信实呢? 我们是否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到祂的面前来信靠祂。 好让我们能够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是的,生活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不简单的。 尤其是这几年来。 我们有经历的冠状病毒和阻断措施。 我们通货也膨胀。 导致我们的储蓄都用光。 经济也没有很好。 我们也知道有人被裁员。 很多人也在生活生计里面对很多的挑战。 也有可能是家庭纠纷。 工作压力。 学习障碍。 身体不适。 经济上的问题等等。 是的,在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忧虑。 很多时候我们只想专注于我们的生计。 很多原因在这种时刻当中我们能够不去信靠主耶稣。 让我们慢慢下脚步,然后去思想。 Has our God indeed abandoned us in this hardship that we are facing? 主耶稣是否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挑战的困难当中撇下了我们吗? Have we not experienced the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of God at such a time? 我们难道没有在这种时候体验过神的保护吗? 如果我们数算恩典的话。 如果我们数算恩典的话。 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不曾离开我们。 但是祂是在我们苦难中的帮助。 因此让我们再次地看上我们的主耶稣。 让我们再次在我们的忧虑中来去依赖祂。 让我们不断亲近主。 1 Peter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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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God is a God who cares for us. Therefore, let us not bear our burden alone. Let us humble ourselves before the Almighty God. Let us look to the mighty hands of our God. Let us bring all our worries, all our cares to Him. Let us allow God to work in us, to comfort us, and to work in our life. The last point that I'd like to share this morning, force prophets and force teachings that cause us to fall away from the narrow way. Let us turn to Jude verse 3 and verse 4. Jude verse 3 and verse 4. Jude verse 3 and verse 4. Jude verse 4. Jude verse 4. Jude ver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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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我们也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师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迈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素素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交证到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我们已经读过了彼得和犹大所写的。 他们在使徒时代的末期来写这些警告,关于这些假先知教训。 Jud says that I found it necessary to write to you to content earnestly for the faith, 犹大在第三节有提到说,我进行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这些都是交付于圣徒的。 为什么他觉得有需要写信给教会呢? 为什么他觉得有需要写信给教会呢? 第四节告诉我们,在当时候教会中的信徒, 他们都是不尽浅。 他将我们的神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虽然他们相信主耶稣是神,但是他们去弃绝他。 第二,彼得后述第2章第1节和第2节也这样告诉我们, 彼得后述第2章第1节也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百姓中有假先知,有假教训,他们中间也不会有假师父。 这些事情都是在使徒时代所发生。 当使徒们还在传福音的时候, 主耶稣也在末期的时候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书24章告诉我们, 来劝勉我们或者告诉我们关于默契的预障。 这里告诉我们假教士假教宣会起来来迷惑多人。 那我们怎样确保说我们不会在这狭窄的路上被挤出去呢? 马太福音书第七章 马太福音书七章十五节到第二十节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品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经济上其能栽葡萄呢? 地理里其能栽五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主耶稣教我们看这些果子来去辨认这些教教师。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让我们去思考, 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是否是合乎真理呢? 还是违背圣经的话语呢? 我们所听到的道理是否肯定我们教会的教义? 还是已经偏离了或者是否认我们教会的教义? 我们所听见的真理是否跟着我们纯真话语的规模呢? 还是他们是有自己的规模,自己的逻辑呢? 也就是跟圣经的真理和教会所教导的是不一的。 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是否是关于基督徒的德行呢? 就如圣经很多的这些典型的例子。 还是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是让我们去否定或否认我们基督徒的德行呢? 然后所行的是不依照圣经的指示? 我们所听见的是否是对教会而好的吗?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吗? 还是只是来去分化教会的? 约翰义书第四章 约翰义书第四章第一节 约翰义书第四章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实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约翰书第五节和第六节 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渺望的灵来。 约翰书第五节 约翰书第五节 � albums 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身体,因此我们所学习的道理应该是跟着神的道理。 另一方面,这些不属于神的就不听从神教会的,也不听从这使徒的。 每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第二次的带来,我们肯定需要面对假先知、假教师。 如果我们还是不确定这真理的话,我们还不确定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的教义, 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建立在磐石上,让我们谨慎。 免得我们在这道路上被挤出去。 当我们看去使徒的时代在第一世纪的末期, 我们的信仰就是被这些假教师假教训所影响。 当我们想起我们正耶稣教会所发生过的种种事件, whereby members have been misled and have left the church, 就是信徒被误导然后偏离去带到其他教会。 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 我们要把神的话种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先的生路上的光, 神的话是能够来拯救我们的。 作为总结,引导永生的路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 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来进到天国。 困难的不是在于明白这道路, 而是因为路是小的。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能会跌倒。 我们已经谈论了三点,这些都是会让我们在这路上跌倒的事情。 首先就是我们心,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是否既财宝在天上还是地上呢? 第二是忧虑。 我们是否因为生活的忧虑感到不思所措。 使我们在我们的属灵道路上已经失焦了。 我们是否在胜过这些忧虑的时候有往上看。 就是通过爱我们的主耶稣来去胜过这些忧虑。 我们也讨论到这些假教师假教训会使我们偏离道路。 我们从他们的果子可以知道他们。 我们常常要来去对比他们所教导的和圣经所教导的,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愿一切荣耀送赞归于天上的父。 我们唱结束的诗歌。 我们唱结束的诗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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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